古代封建制度对于女子一直很苛刻,尤其皇宫中的女人,她们的命运可以说,都寄托在皇帝一个人身上, 但就有这样的一个奇女子,舒菲额尔德特文秀,一生中最轰烈的事情,就是和皇帝离婚,跟小编一起看看嘛, 在清朝宣统,元年1909 12月20日,北京方家湖痛里降生了一位女婴,不曾想到,这位女孩后来居然成为大清皇帝的妃子, 她就是清末地溥仪唯一的妃子,舒菲额尔德特文秀,1922年11月29日,在溥仪与婉容大婚的前一天,文秀被接入了后宫, 只能说后台没有婉容应,只能为妃了,后文秀被封为舒菲,当时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, 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萌芽,一夫一妻的制度有了很多人认可, 作为大家庭出生的文秀,自然从小也开始接受这些东西,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比较大, 骨子里面文秀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人,也为后面埋下伏笔, 此时后宫爆发一场战争,宛容处处刁难文秀,文秀受尽了窝囊气, 多次找普遗嘱之功到五谷,后决定不依靠普遗,开始自己寻找出路, 这时,文秀开始向法院提出上诉,要和溥仪离婚,为了加大离婚的筹码, 文秀说出了一个让溥仪失掉男人最后尊严的秘密, 他说自己成为妃子这么多年,还是一个处女, 这报道一出,溥仪脸面全无,也让整个大清的颜面扫地, 最后,法院判处二人离婚,令普遗支付文秀五点五万元的离婚赡养费, 这一事件被称之为刀飞革命,真是伟大的一大壮举, 文秀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敢于与丈夫离婚的女性, 更何况是一个皇帝,真乃一个妻女子, 当时,文秀结婚后嫁给了一个普通人,再次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 文秀结婚后,做过许多工作,当过老师,工人,甚至在街道上卖过东西, 不管再怎么落魄,也没有后悔与皇帝普遗离婚, 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,是值得嘉奖的, 1953年9月18日,文秀因心脏病病时, 相年45岁,从皇妃到平民,公开与皇帝结婚, 文秀完成了一次独特的蜕变,也是这个妻女子的一生。